欢迎大学的同学你好 前面我们花了两张的时间 讲了一下线性空间 这一章我们准备开始讲线性 但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线性变换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线性空间的基础之上 是一个线性空间到另一个线性空间的变换 但是有时候我们提到变换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非要把两个线性空间都拿出来 我们只要一个线性空间 当它自身的变换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把这种叫做线性变换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线性空间的时候说过 只要是同围的线性空间 它都是一样的 结构完全一样 只是名字变了一下 所以我们第一节讲一下什么是线性变换 定义 首先是变换的概念 我刚才说了 我们一般只研究这种一个线性空间到它自身的一个映射 这样的映射我们把它叫做变换 V 这V呢 指的是一个线性空间 它到它自身的映射 如果它到另一个线性空间 当然也可以有映射 比如我们前面的同构 同构映射 就是一种映射 但是因为任意两个为数相同的线性空间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研究它到它自身的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样的叫做变换 那显然线性变换呢 就是一种线性的变换 就是一个线性空间 到它自身的一个线性的变换 变换首先是它打扎自身的 那么线性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要求这个变换满足两点性质 好 我们把三点性质列举一下 实际上就是线性变换的定义 首先V 是一个线性空间 然后它上面呢 有一个线性变换 我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大A来表示这个线性变换 我们前面讲矩阵的时候 也是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的 那这里呢 有可能会混淆 但是讲完这一章以后 你可以发现 其实线性变换呢 当它取定一组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矩阵 所以这个混淆呢 也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以后 其实它既是一个线性变换 也可以说是一个矩阵 只要取定一组机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变换 什么情况下满足线性变换呢 或者叫做线性变换呢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 就是在这个变换下 当然它是由V到它自身的 如果比如说有两个 αβ 它是V里面的向量 那么这个线性变换呢 它保持两种线性变换 什么叫保持呢 就指的是如果 我把这个线性变换 作用在 两个向量的核上 这是其中一 向量的核是其中一种线性变换 那么呢 它保持这种线性变换 就相当于可以把A分进去 对每一个 这实际上相当于你变换以后的得到这个新的向量 它两个核呢 就等于核的线性变换 这叫保持向量的加法 那第二个条件当然是保持向量的数乘 这个K呢 对于我一般讨论的这个线性空间V 它都是R上的 数于R上 假设K是属于R的 那它保持数乘呢 就指的是如果我把它作用在数乘上 得到这个新的向量 它应该可以把这个数乘放在前面 比如说我先把它变换以后再数乘 所以为了跟矩阵相区分开 我一般先行变换后面加一个国号 表示它是一个映射 是一个函数 好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一个自身到自身的映射 就叫做先行变换 但是这里面呢 跟我们前面同构映射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先行变换并没有要求 它是一一的 并没有要求是一一对应 你可以好几个 好几个向量映射成同一个向量 这也是允许的 比如我们举几个映射变换的例子 比如我举一个最最平凡的映射变换 我假设所有的向量 在这个映射变换下 都等于0 等于向量 或者你就可以把这个A写成是0 0表示一个映射变换 它把任意的向量 这个映射空间物理中的任意向量都变成0 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映射变换 它显然就不是一个一一一对应的 它把所有的向量都对应成一个0 当然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再来一个 一个横同的变换 或者叫横等的变换 它把任意的向量变成它自身 这个显然也满足上面这些条件 所以它也是一个相应变换 它叫横等或者叫横同的一个变换 我们可以用I来表示 其实就是单位矩阵那个I 它其实就跟单位矩阵是对应的 好我们再举几个 这是例一 这是例二 再来一个 还有一种叫做数乘的数量的变化 比如这个变化我就用k来表示 它把任意的一个alpha 当然你可以用大k来表示 为了表示用大写字母 用大k来表示 都变成它自身做了一个缩放 方向可能是变了相同或者相反 做了一个缩放成一个k 这个变化也是一个横移变换 它满足这几个条件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变化里面已经包含了 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里面 这个a alpha 所以都等于0的变换 实际上只要让这里的k取0就可以了 那所有的i alpha 都变成它自身的这个变化 可以让这里面k取1 当然给k取1分之1 别的数 就叫做一个数量的变化 好我们再举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就是我常用的一个例子 我经常用这个例子 一个平面上的旋转 它是一个线性变化 平面上 所以我用r2 来表示这个线性空间 它是一个二维的线性空间 假设这里面有一个点 它对应一个向镜 我把它旋转θ 变成另一个新的点 假设原来这个点的坐标 我用xy来表示 新得到这个点 用xy来表示 那么前日它今天有一个关系 这关系我经常写 写出来应该是像这个样子 你新得到的这个坐标 等于原来坐标乘一个矩阵 矩阵是旋转的矩阵 cosθ-sinθ cosθ 这样一个变化 它显然是从自身到自身的变化 从r2到r2的一个映射 而且它肯定是满足这两个条件 因为它是一个矩阵 跟一个相反相成 你把这两个带上去 肯定是满足的 这个就一个旋转变化 它是一个线性变化 实际上我们后面会证明 这个变化实际上 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线性变化 我们叫正交变化 我们后面再讲 好 那我们待会换一屏 再举几个线性变化的例子 好 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讲了线性变化的定义 以及给了四个例子 现在我们再给几个常用的线性变化的例子 比如刚才我们讲了旋转 是一个线性变化 那一般的 我乘以一般的矩阵 不一定乘以全端矩阵 它也是一个变化 比如α呢 变成 Aα 这里面A是一个矩阵 是一个矩阵 矩阵称一个α 它显然是自身 原来这个限量空间RN 到它自身的 一个映射 而且显然满足保持加法和数量乘法 所以这也是一个线性变化 然后再举一个 一个高等数学里面的求导 求导就是一种限运变化 它的这个限运空间是我们的函数空间 就是说所有的比如 所有的可以有一节导数连续的函数 可以求导的函数 这样一个空间 限运空间 我求导运算 我假设用d来表示 它把任一个fx 把一个函数 变成 任一个fp 我说的这个函数空间 应该是无限可导的 否则的话 你只有一节可导 导完以后 它不可导的 就不在这个空间里面 假设它是无限可导的 这样一个空间 显然求导运算 它满足我们刚才保持加法 保持竖程 它是一个限运变化 好 再来一个几格上的例子 投影 假设我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向量 把它计成β 然后还有一个向量 假设我把它都移到同样的起点 可以移到这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 β在这 然后α 我假设就在x轴上 比较简单 就是α 投影就是把β投到x轴上 或者投到一个向量α上 假设α是一个向量 然后投影就是把这做一个垂直 这个向量 就是β在α上投影 反正这个坐标性 你可以扔掉 不用 知道α 知道β 投影应该怎么算 我们来具体算一下 投影 显然是应该等于β的长度 它长度应该等于β的长度 乘以这个角 θ 因为它们移到同一个起点 还有一个夹角 这夹角都集成θ 这个长度实际上就是β 长度是β 它的长度 乘以 乘以cosθ 方向 方向就是跟α的方向一样 主要它的方向 这是大小 方向应该跟α的方向是一样的 我就取α方向的一个单位的向量 取一下α 除以α的长度 这是我们前面定义向量的长度 用两个竖线 这表示它是长度 这是单位的 好 把这两个 把它乘以它 把这个大小乘以方向 就是这个向量 把这个向量计成是 παβ 这个意思就是β在α上的投影 大写π 来表示 这个投影就是他俩 这样就是他俩乘起 可以这样写 这个是一个大小 再乘以一个单位的方向 这之间是竖乘 但是因为cosθ 我并不知道 我可以用内积 把这个表示一下 用内积来表示 因为我知道 α和β的内积 里面会有这个东西 i等于 α 两条线 乘以cosθ 内积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拿出来 它实际上就是α和β的内积 除以α的长度 所以我把这个换上 这里就可以写成 αβ的内积 除以一个α的长度 这边还有一个α长度 所以是α长度的平方 也就是他跟他自身的内积 然后这个 再竖乘上一个α 这个 就是最后的表达式 它是先行变换 投影变换的表达式 这个式子可能有些东西很熟悉 在哪出现过 没错 我们前面讲施密特正交化的时候 我们要把一组先行无关的向量 把它变成正交的向量 这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施密特正交化 其中大家要减去很多项 对吧 其中这一项就是里面减去的项 这也就是施密特正交化它的意义 它的几何意义 它就是把那些投影全部减掉了 得到了这个 自然就是跟α垂直的 把所有都减掉了 自然就变成垂直了 原来β和α是不垂直的 但是我把这些投影减掉以后 得到这个方向的向量 显然就跟α垂直了 这就是施密特正交化 所以这一项 实际上就是正交化里面那些减去的项 好 你就举这7个例子 都是比较常用的先行变换 下面我来总结一下先行变换的一些 一些常用的性质 定义里没有 但是它可以推出来 通过定义以来推出来 而且很常用的 三个性质 第一个就是 声音变换 如果作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向量上 比如作用在零向量上 这个是零向量 你可以加一个电子 也可以不加 没有关系的 是等于零的 它把零向量还是电子零向量 同样 如果作用在一个负的 向量上 它变成这个向量 作用完以后的负向量 这两个结论 其实很容易证明 你只要在定义里面 把k 这里面换成零 这个k是-1 就可以直接证明了 这是第二条性质 好 我们看一下 先一边换的第二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 就是它保持线性组合 我们刚才定义里面 只是说了它保持加法 保持竖成 但是把加法竖成合在一块 实际上就是保持线性组合 或者说保持线性关系 原来有一个线性关系 你变化完了以后 还是保持线性关系的 具体来说 比如原来有一个alpha 它写成了 A1 I1 加上A S I1S 原来是这样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你把它作用完以后 alpha作用完以后得到Aalpha 它还是保持这些系数 保持组合形式的 不爽 S 它这组合的系数还是不变的 好 这是保持线性组合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可以直接通过加法 述程做好几次 直接证明出来了 关键是第三个性质 就是它保持线性相关性 比如说原来有一组向量 假设计成alpha1 alphaS 是线性相关的 那你一定可以推出它变换以后 Aalpha1 AalphaS 变换以后得到新的这些向量 也是相关的 为什么呢 直接用第二个性质就可以证明 因为所谓线性相关的 就是它们等于0的时候 组合出0的时候 可以有一组非0的组合 那你变换以后还是这种组合 还是存在的 所以线性相关性是保持的 但是反过来是不对的 注意这个箭头不能往左 就是变换以后线性相关 不等于原来的是线性相关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就是它不保持线性无关性 比如说如果原来有一堆的相量 是线性无关的 那你变完了以后这些相量 有可能就不是线性无关 变成线性相关的 比如 比如我们学过的0相量 0变换 0变换还记得 刚才举例子 举的第1个例子 把所有的相量都变成0的 以前有一组线性无关的 你把它都变成0了 0当然是线性相关的 这时候它就不保持线性无关了 所以这个性质一定记清楚了 是保持线性无关 好 这是我们第一节 线性变换的定义 还有它的性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